当时独家报导发行人沈荣 因为散布光蝶入肩服刑 而她星期二就要出狱 日前群美风原谅她 明天将和沈荣的父母 还有独家报导的员工 一起前往桃园女子监狱 接沈荣出狱 为了接沈荣出狱 沈野一大早上理法厅整理门面 还帮女儿添购新衣服 顺便张罗珠角面线去梅运 有准备要给她一个大红 有有有 因为私密光蝶案 沈荣被判刑两年 符合减刑条例提早一年出狱 但沈野说 这些日子父女俩都不好过 每次都怕她崩溃 所以每一次去见她 都是安慰她 我第一句话 因为我每次去看她 都带着朋友去看她 带着长辈 带着她的朋友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女儿啊 你是为爸爸来坐牢的 沈野说女儿有绿卡 大可以潜逃出境 逃避行责 但她为了帮父亲 决定放弃这两年的大好青春 沈野说对不起女儿 但对曲美凤更是深感歉意 双方过了六年才拨通这通电话 当当这个拨这个电话的时候 很紧张 放映美凤把我的电话甩掉了 挂掉了 这个非常 非常可能的 但是我的内心啊 对美凤有信心 我认为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虽然外界有人质疑 这场和解是为了刺激杂志销售量 但随着女儿出狱 曲美凤原谅 神也说终于了了一桩心愿 TV全公司杨之中台北报道 教育部的健身超 教学网站讨论区 最近被国外色情业者攻占 里头贴满不堪入目的不雅照片 过去一个月来 共有上千张的色情照片和影片侵入 夸张的是 网站管理员完全没有察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活力十足的健康操放在网络上 大朋友小朋友随点随看 不过有人发现 标榜健康教学网站 竟然出现上千张色情图片 讨论区全美国外色情业者攻占 维护网站的北体第一时间紧急处理 这个网站我们现在的紧急处理是 昨天我们就把它全部就先做停掉 做一个处理 那么不要让这个小朋友 在近期看到这个网站 教育部体育司的网站提供连结 直接进入北体制作的 健身操教学网站 里头有幼儿和国小健身操实施计划 影片教学 以及小朋友创跳的教材 不过一个月前 网站讨论区却涌入许多外文的留言 还有上千张超破路的色情画面 许多学生不知情之下 点了不该看的图片 有人电脑还因此中毒 引发外界的踏发 教育部高度关切 负责的北体也赶紧消毒 新来的人可能管的业务太多 或者是因为交接不是很完善 所以他就没有再进一步进去看 所以才会发生 这个昨天产生的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要求学校 简单来说明这样 我们已经取消他的连结了 工作交接出了问题 健康网站反倒成了色情业者侵入的对象 虽然网站已经在第一时间关闭 但教育的网站把关出漏洞 色情图片还进驻长达一个月 实在夸张 TVBS新闻庄旗员廖雅玉台北报道 泡沪一对陈姓夫妇上午到滩头海域 帮忙清理冻死鱼 同时捡紫菜 没想到丈夫不慎落海 妻子不顾低温直冲海里旧夫 好不容易把丈夫救上娇岩 没想到妇人离开去求救时 丈夫二度被海浪卷走 还是命丧大海 陈姓夫人她就在离海 大约两个人高的岩石上 情绪崩溃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和丈夫一同进灘捡死鱼 却从此天然永隔 上午陈姓夫人和丈夫到滩头海域 当环保义工 庆熟冻死鱼 追着空挡到岸边捡紫菜 没想到风浪太大 夫人才一转眼 先生已经掉落海里 夫人不顾寒风低温 二话不说跳海救人 把奄奄一席的丈夫拖到娇岩上 大声呼喊求救 却迟迟没人出现 五年来我国文 视听 好的中志 距离大选呢 剩下不到一个月哦 政治人物呢 为了争取选票 常常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 甚至以族群的议题呢 来挑起民众的对立 今天候选人谢长廷呢 就签署了族群和谐承诺书 承诺呢 不会再炒作族群议题 但是在会场上呢 却有一名越南新娘哦 指责谢长廷过去的言论 带您快来看 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 二十六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与台湾多个族群代表会面 共同签署族群和谐承诺书 承诺不挑起族群对立 不过万万没想到 与会的一位越南新娘代表 却突然语出惊人 抨击谢长廷 日前在选举造势场合 公开表示台湾男性好色 以为娶大陆新娘就便宜 听到这样的指责 谢长廷立刻站起身反击陈青 我真的有讲这样吗 说娶大陆妹的 或者娶什么是独钩吗 我这样讲吗 我怎么会这样讲呢 我是谴责 就讲这种话 买春的是独钩 不是说娶大陆妹是独钩 那他就这样讲 对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我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足足花了三分钟解释 绝对没有族群歧视 一切都是被选举扭曲 但马上又有媒体提问 有新住民对谢长廷 去年八月造势场合公开演讲 不让大陆新娘自由进出 抢台湾人老公 引发新住民的抗议 对此谢长廷重申 绝对没有这样说 完全被扭曲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族群和谐承诺的记者会 却意外爆出外界质疑 谢长廷多种族群启示的言论 想必这些意外的插曲 也是谢长廷始料未及 澳远卫视 长廷始观离恒 看不到 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行政院院长张俊雄 今天就达政公司引发的风波 发表了谈话 张俊雄表示会从达政公司撤资 观消息我们继续来连线 本台驻台北的同事施婷 请施婷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施婷你好 好的中志 大选前爆发了达政公司一案 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处理的态度 是相当的快的 除了快速的撤换军事首长李天宇之外 今天行政院长张俊雄也表示 行政院是没有权力解散达政公司的 但是会撤资达政 而新上任的军事首长蔡明宪则是表示 十天之内就会提出相关的陈储名单 达政公司风波不断 行政院长张俊雄在出席立委总职寻前表示 成立达政公司的目的 原本是希望军事工业能与民间合作 对经济有帮助 但因为提前曝光 达政公司已经无法完成原先设立的目标 所以决定撤资 但对于外界关心的何时解散达政 张俊雄说一切依法办理 但只有台北市政府出面解散达政 或是自行解散 行政院是没有权力的 从公司法第十条 都公司法330条 没有一点行政院又可以去解散达政 这种华丽的潜水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不法利益 张俊雄以政府资金还没到位 以及没有签订合约来板驳外界的疑虑 不过达政公司提前曝光所造成的损失 新上任的军事首长蔡敏宪表示 近期会开出陈储名单 既然要做适度的调查跟陈储 给我一个时间表 应该是一个礼拜最多四天 我想张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 要解散但是要以法定的程序 达政的成立原本利益良好 但因为大选将近时机敏感 也让达政公司成了外界的重视之地 澳亚卫视彭世廷 关利恒台北报导 好的以上是澳亚台北站 为你精选的台湾新闻 我是世廷 在立法院的现场 将镜头交还给澳门演播室的钟志 好谢谢世廷和台北站同时的报道 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北京 然后